好的 这边我们的披风可以突破了呀 小伙伴们来 装备突破 又一件彩装到手了呀 我们现在就有三件彩装了呀 小伙伴们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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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剩下等级吧 可以的 三件彩色装备 大家好 我是小鱼啊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 奥特曼传奇英雄 在上一期视频中小鱼也是征询过很多小伙伴的意见啊 大部分小伙伴都是要小鱼把这个金骨桥给他进界一下 好的 我们今天就来把金骨桥升到六星啊 用万能碎片吧 来吧 进界到六星 六星的金骨桥 然后把他的技能升满啊 看一下金骨桥 有一个皮肤可以买 黑色金骨桥 给他买上吧 买上吧 500个钻石还是挺便宜的 装备一下啊 好的 这边加了8%的属性嘛 等级的话有一点偏低啊 目前只有50级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吧 他的三技能是一个护盾啊 这个护盾听说是非常的厉害呀 完全免疫所有的伤害 他的终极大招至强连接 伤害好像还可以 但是扛不住呀 三只Boss一顿暴揍啊 小伙伴们 哇 瞬间没血了 小伙伴们 这打不过 打不过 打不过 太残忍了呀 残忍无情啊 这打不了 打不了 打不了 太凶残了呀 三只Boss啊 我们的等级还是有点偏低啊 感觉伤害是可以 就是扛不住吧 对 伤害太高了 扛不住 我们这几天的话 陆续把它培养一下吧 我们来挑战一下黑暗扎机啊 用金谷桥来挑战一下黑暗扎机 他这个技能小鱼还没有掌握啊 他应该是也有四有无敌技能的 对不对 把护盾打开啊 他这护盾还是挺厉害的呀 好吧 这个大招打空呢 他的大招也是有两段伤害啊 小伙伴们 看一下四技能 再打一发大招 大招果然是有两段伤害 三段攻击啊 小伙伴们看到没有 首先是加特林 我们来看一下他大招 他大招应该是三段攻击 小伴们 首先是加特林 然后再是一个光线技能 然后再是循环导弹 看到没有 好的 我们终于是把黑暗扎机干掉了呀 这个等级真的太低了呀 50级真的太低了 太低了 好吧 确实没有办法啊 咱们这个金谷桥等级确实太低了呀 50级 最少最少要升到60级嘛 升到60级应该会强力很多呀 小伴们 好吧 最后我们继续来挑战一下今天的运气啊 看一下军天的运气如何 和我们继续派出一拳超人 每天的五线副本小鱼是必打的呀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运气 一拳超人带走列哥莫拉 看一下啊 能不能爆一点钻石啊 不爆钻石 多来点万能碎片也是不错的 来吧 35很一般啊 小伴们 才两个万能碎片 听说银河维克特利的这个大招也挺炸的呀 我们来试一下啊 来直接开一起大招 应该一个大招也能带走这个哥莫拉呀 好家伙 二段直接打空了呀 四季能带走 如果没打空的话 应该是可以带走哥莫拉的啊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运气如何 可以一时二个万能碎片 比较喜欢啊 这里有满级的金骨桥 我们试下满级的金骨桥 看一下他的一个大招 能不能解决掉这个哥莫拉呀 好家伙 全部打空 第三段导弹还是打中的呀 这个伤害其实不错的 小伙伴们这个伤害 可以的 0.58个万能碎片 一个宝石 不错不错不错哟 好吧 再次感谢那些给小鱼留言的小伙伴 感谢大家的推荐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